草屯形象商榷核心街 在施舍下水道之后 由县府公务处重新铺设路面 配合商家要求 采混凝土压花地平设计 结果欲雨失滑 连续发生机车歧视 滑倒摔车甚至受伤意外 领县长获悉之后 要求公务处以民众安全第一为优先 立即增加压花地平防滑系数 或者是刨除铺设一般博油道路 加以改善 为了改善草屯形象商圈 新路面施滑造成歧视滑衰 县府公务处长陈锡屋 会同承包商赴现场 听取店家意见 先议员蔡明轩 廖子佑 以及简俊廷居间协调见证 希望新路面争议 可以获得圆满的解决 商圈跟我一般道路 路面的区隔 是有其必要性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 用路人的一个安全 我想目前在没有办法改善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也是希望先让他做AC的一个铺面 能够让所有的用路人一个安全 安全一定要第一 我们百姓行路人的安全 应该列为优先考量 再来才考量美观 如果说有美观不安全的话 那我想这个工程应该不能做 所以希望这一次能跟当地的居民 取得一个共识 都是大家一起来做决定 包括我们7月7号也开一个协调会 厂商自己也说他们漏掉了 经费不够 所以没有做到止滑这一步 所以当天也就 我们承办人员就说回去会跟县府 跟长官再来报告 到现在一直有人摔倒了 才又说现在才要再来做止滑的来改善 我很好奇这段期间到底县府 为什么都一直没有作为 知道以后我们在现在 我们马上在 因为要扑面处理也没关系 所以我们两边入口都分别 放上安全锥 还有一个跳动路面 已经做了大概五道的那种 天洞路面来做一个暂时性 而且比较快速的处理 你那边抛除然后会做连轴器 不一天才能做的 所以马上我们就已经处理那些 就是止滑电 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锥的一个防护 公务处长也说 草屯形象商圈和新街道路 扑面改善以安全为第一 因此会先做止滑金刚砂补墙测试 如果止滑测试效果不好 或者是不够耐久 则会保留道路两侧 各一公尺压花地平 但将中央六公尺宽刨除 改铺一般薄油 这一部分会在止滑测试完结后立即执行 不会再协商或者是拖延 经过多处的讨论 很多方案来处理 但是来说是几乎大概都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虽然管政府目前提出就是说 我们两边留一米 中央六米的路 中央六米我们抛除以后 给李清 就是交付保佑 这样它的止滑测试实就有够 特别有这种问题 但是附近的住户的大部分意见是希望保留 现在的健康就是压花地平 压地平的前天条件不足 所以我们就说因为有止滑测试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 我们会来企业的止滑剂 做一个大概二乘二的一个面积 来做一个止滑剂的效果 可是真的有很多抗法 我们就用前面用止滑剂来处理 那那个就不要再泡皮油 所以在这次来 这次五年前我们会把这个 试验的止滑面积先做好 再过来讨论这个后续的处理方式 事件发生后 县府立即与商家政公所协商 改用其他扑面 但因各方意见分歧 而导致改善进度延缓 林县长也指示 基于用路人安全 将由公务处依工程专业 直接采取最快速最有效 立即彻底改善的方式 尽快恢复商圈道路安全通行的重要功能 记者张峰仁 曹同镇采访报道